過去兩顆子彈 大家還記得嗎 還有四年前這個共諜案 還記得嗎 王立強最後被證實了 他是一個騙子 現在今年這場總統大選之前 欸 就這麼剛好 路透社報導了 說這個中國大陸呢 是向這個五月天來施壓 好 難道為了贏選舉 現在不惜要搞死五月天嗎 好 這件事情呢 我們跟張軍我們一起來回顧 就是12月28號的時候 路透他們報導說 中國向最受歡迎的台灣搖滾樂團來施壓 要求五月天在下個月台灣關鍵選舉之前 發表親中的言論 而且呢 路透社這個報導中 寫的這個巨細迷誼 說他們取得了台灣內部安全備忘錄 有兩名台灣的安全官員 好 說中國當局為了施壓 宣布對五月天展開調查 不具名的支持人士都沒有寫名字喔 好 他說呢 中國當局要求要提供政治服務 但是五月天沒有答應 那麼呢 中國當局就威脅要調查 假唱跟罰款 如果不合作 會付出代價 另外還有一個官員 誰呢 沒寫名字 好 中國當局認為呢 施壓五月天表態 可以影響台灣年輕人的選票喔 不只如此呢 這個CNN也報導了 說台灣情報官員 你看 又沒寫名字 說五月天呢 被要求在跟歌迷以及公眾互動的場合 公開對政治立場來表態 五月天拒絕了中共呢 隨即糾合官媒引發 該團這個質疑 對嘴假唱的一個質疑喔 決定對外來公開 是因為北京首次 以前所未見的規模 對台灣藝人來追打 這件事情 大陸國台辦馬上迅速 在當天28號就回應了 大陸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 陳兵華喔 他在28號也回應說 路透社的報導 是徹頭徹尾的假消息 所謂大陸有關部門向五月天來施壓 完全是子虛烏有 路透引述台灣有關的機構文件 說明 民進黨當局在蓄意造謠 是陰險惡毒的政治操弄 那日本媒體每日新聞也提到了 說在2016年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大選前 女團twice的成員周子瑜 因為舉了這個我們的國企喔 這個被舉報是台獨 因此她在選前一天 就是投票日的前一天 這個po影片道歉 在投票日前 引發了軒然大波 那當然呢 當年這周子瑜的事件 也影響了那一年的選舉的一個結果了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其實包括了這個亮哥喔 他說這完全違反了媒體專業嘛 痛批民進黨以如此低級的方式來糟蹋五月天 他說呢 我們台灣好不容易培養出五月天 你為了選舉勝利 不惜把人家搞死 你是不是太過分了 不要搞到自己翻車 那盧秀燕也說 他說放過五月天吧 拜託 讓五月天好好演出吧 不要要求表態 也不要要求澄清 尊重五月天 讓他們好好表演 那蔡正元也說 民進黨王這一套的策略 這就是出口轉內銷 你看看路透社的報導當中 如果真的是有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 這些所謂的國安官員 他不跟台灣媒體講呢 還有 完全沒有寫任何一個官員的名字 你說話你要負責任啊 在報導當中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官員的名字 那蔡正元也說 這個 如果不屬實的話 台灣官員 情報官員要繩之以法 涉嫌意圖使人不當選 好 我們持續來請教這個麗將軍 你自己看 從這個事情當中 每一回選舉之前 好 上一場我們的總統大選 有所謂的共敵案 那今年就這麼剛好 又在選舉之前 有所謂的這個中共施壓五月天的事情 好 我不知道麗將軍 你是怎麼看這則新聞的 我覺得這次國民黨一定要很認重 而且很認真的面對這件事情 民進黨選舉的奧博又出來了 其實往前面看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第一個走路公事件 在高雄市選舉的時候 走路公事件 對不對 那都是在選前一天發生的 甚至於吳敦毅選舉的時候 那種轉接造謠的錄音帶就出來了 然後在周子瑜事件 其實周子瑜事件 這次來 那次來講的話 很明顯我覺得 民進黨多了最少5%的選票 年輕人選票多了5% 那引起年輕人的憤怒 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當然周子瑜那次是 國民黨自己本身綠營 藍營出了一個豬隊友 那沒話講 但是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很明顯的想要 複製貼上周子瑜事件 就周子瑜事件2.0版開始又來了 但是這次絕對國民黨 我在這邊很慎重呼籲 絕對不要掉以輕心 蔡振元所講的一點沒錯 一定要採取大動作 然後大量大力的反擊 甚至提出意圖使人不當選的告訴 讓還五月天一個清白 其實我個人雖然說年紀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還是五月天的歌迷 他唱的歌我都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去消費人家 五月天為了選舉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道德 也非常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今天很明顯的問題 如果說今天你今天 這個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安單位 你怎麼會去對NCC 對路透社這些媒體做簡報呢 而且如果說在簡報當中 你如果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的話 你應該是讓台灣媒體也參加 才還這個五月天一個 還這件事情一個公正性 真實性嘛 你不能光對外國媒體做簡報 然後對國內媒體沒有一點的說明 沒有一點表達的機會 我覺得這東西很明顯 就是選舉的操作 如果真實有這種事情的話 應該媒體 國內媒體也要去參加 經理這個簡報 而且我平常講 你國安單位 你情報單位 你怎麼可以對外國媒體做簡報 你這是不是洩密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很明顯的是那個 是一種選舉民進黨的奧包跟操作 但關鍵是國民黨 你怎麼能來面對這個事情 這是對國民黨很大一個危機 你不要做主義2.0的試驗板 又重新複製出來 其實現在我這兩天 我覺得今天如果說國民黨在處理 都嫌晚了 昨天應該要立即就要趕快 面對這問題趕快來處理 你等到今天來講 如果再不處理的話 這件事情對年輕人來講 其實發酵會很快 因為我們要知道 這個年輕人他們社群裡面 各種這個LINE 或者是Facebook群組傳得非常的快 很多年輕人他就會接受 會相信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來講的話 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國民黨他的競選團隊裡面 一定要儘快做這件事情 做一個大動作的處理 才能夠儘快直覺 才能夠防堵這個謠言 不要讓它擴散 以免影響到後續的選情 而且剛剛張卓有提到一點 就是很多年輕人 他可能看的新聞媒體 或他可能只看標題 就以為真的是這樣 根本不會去追後續 所以國民黨 確實動作要更快一點 路透社報導說 五月天被中共施壓 但國台辦駁斥是假消息 台中市長盧秀燕表示了 選舉只剩下兩週 用這樣的消息來操作選情 真的很可惡 外場五月天被對外要求 在大選前做出親中的表態 市長怎麼看 我覺得在選前兩個禮拜 放出這樣的消息 想要利用五月天來操作選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惡的行為 明天開始 一連六天五月天要在台中登場演出 拜託大家讓五月天好好的唱歌 好好的表演 不要干擾他們 那停止這樣的一個選情操作 而且這個路透社他們的內容的報導 說引述台灣國安員 但是從頭到尾沒有句名 沒有寫到底是誰說的 那同時針對這件事情 郭正亮他直言了 其實整篇報導最惡劣的是 這個媒體沒有去訪問五月天的經濟公司 就照抄國安的這個官員的資料 他說你為了選舉 難道不惜把人搞死嗎 周子瑜當然是 當然跟五月天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的老百姓也是慢慢學會 怎麼看政治 因為我那天就看到大陸朋友 有一個人留言說 看台灣的選舉 真的好像是智力測驗比賽 都在比奸的啦 比奸詐的 那這個他就看到這兩個事件 就同時發生 他就說這個要再考驗我的智力了這樣 那因為台灣老百姓歷經很多次 智力測驗的考驗 那就發現原來你又要再搞王立強2.0 周子瑜2.0 我跟你講這個五月天他如果沒搞好 現在已經網路上已經開始了 說請那兩位國安官員名字秀出來 因為路透社跟CNN都直接這樣寫 是國安官員找他們去做簡報 他們的唯一根據就是這兩個國安官員 對 請你秀出名字嘛 那國民黨剛剛也有開記者會 說這個涉嫌死人不當選 根本就違反選罷法 如果是假的 那現在國安官員也說沒這件事啊 對 昨天就講啦 而且更惡劣的是 他們沒有去訪問五月天的經濟公司啊 你就直接把國安官員給你的資料 你就照抄 他們說有 但是就不回應 出問的沒有回應 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五月天你多尷尬啊 這種問題你回答也不是 不回答也不是 就是這樣啊 那兩邊都有比較極端的人在攻擊他嘛 這是事實嘛 所以你不要搞到翻車啊 就年輕人說 我們台灣好不容易培養出五月天這樣的 那個天團 你不惜把人家搞死耶 也為了選舉勝利耶 太壞了 你不惜討好美國把台積電搞成這樣 就已經很過分了 對啊 你現在還要搞我們五月天啊 對啊 你是不是太過分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做好 quotid一點 improvements ức地均勻